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开始创作的时候不是先创作《宋》再创作《雅》不是 是什么 是有些献神歌短放在《宋》里边了 还有一些是讲述了一段历史的诗篇放到了《雅》里边 这种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综合创作 另外这种古代讲史总要叙述 祭祀神灵的这种经历 业绩 有的是传说 有的是史实 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相关研究 比如说像刘亚虎先生的《南方史实论》 还有一个是萧梅是搞音乐的 搞音乐他是搞田间到南方去 比如说到纳西族人去看什么 去看他们祭祖的时候使用音乐 里边就说了很多这个祭祖的时候一些现象 这对我们很有启发性 这个祭祀的时候注意 总要有一些懂古代的事情 要对祖宗的历史进行讲述 然后才歌唱 这个献祭品也是一样 献祭品呢 先上什么 给祖宗先上牛羊 接着上首诗 先生诗后首诗 而且我们从诗经里边可以看到 上生诗的是男人 宰牛宰羊 上首诗的是家庭主妇 领导着他的这个妾和儿媳妇等等 反正就是来蒸饭煮饭 给祖宗上饭 而顶里边一定装的是肉 鬼里边装的是饭 不能错 这是这两本书大家看一看 现代的文学研究 应该说这些东西对我们研究古典 它能起一些借鉴作用 当然我《孤陋寡文》可能还有比 还有更多的书 比这更多的书 在谈论这样的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看诗篇里边的作品 与文王相关的作品有多少 我们刚才说过与文王相关的 与后继相关的有多少呢 首先周宋里边清了 唯天之命 唯清我将 大雅里边有文王 大明 绵 斯奇 黄语 后来还有拖延文王 到了周立王时期还有拖延文王 骂周立王的那个就不算了 这是骂街的事 这是跟文王有关的 你看这现神曲 清妙 乌木清妙 素拥险像 乌木 庄严素拥 这个乌是探美之词 庄严素拥的清妙 素拥险像 这个险像 注意过去的都说是注记者 像吗 这是可能的 注意 可是下面啊 这个对月在天 俊奔走在庙的这些人 批险批征 这些人实际上才是祭祀的 无余人私 这才是说祭祝祭的 所以这个像 我怀疑是什么 这当然是提出一种可能啊 我怀疑是宗庙里 宗庙墙上 画了很多这些东西 周家建宗庙的时候 在墙上画了很多祖先的业绩 祖先的形象 这个也是我提出一个看法 当然学术界有同意 有不同意 不要紧 因为在这个经文里边 曾经谈到过 说王阁 王阁图示 王 阁 王阁 阁就是道 王阁图示 这样一个 有这样的说法 王道画有图的示里边去 出现了两次 实际上这个显像 就有可能是这个 当然 也可以照传统解释 就是诸记的人们 非常庄严肃穆 几几多事 秉文之德 最赐 这就是贵族称是 周家的子弟们 在这称是 在祖宗面前 你让说 你要说几几多大夫 几几多公卿 那祖宗面前 你这样说是不谦虚的 周家男子 他们对月在天 实际上这个 应该是这样一个 逗号 头两句 是开头 几几多事 他们秉着文德 他们对月在天 就是对着那个在天 也就是说 他们跟在天的 那个文王在天之灵 是相应和的 下面才是 俊奔走在庙 他们也很显著 这个争就是成 就是担当事情 他们无意于人私 他们是无意 这个无意经常是 就是不厌倦的 就是不知疲倦的 这些人 感慨 这个序曲实际上 简单地说 就是两批人 清妙 庄严肃母 里边有两批人 一 文王的知戏子孙们 这是主记者 还有一批奔走的人们 在那祝记 写这个祭祀场面 接着你看为天之命 为天之命注意 无目清妙不是精神的 刚才我们也说过 但是他可能是 按照过去的说法 叫声歌 什么叫声歌 就是瞎子一人在台上 在这唱 实际上是一种 引导的音乐 接着 这个诗 为天之命 无目不已 上天之命 心生生不已 披显文王 知德知纯 他的披显 这是一个固定词 赞美词 显赫的文王 他的德很纯 加以惜我 义我就是赏赐我 我其收之 俊慧我文王 就是我文王 俊慧我 曾孙赌制 登孙要好好的守啊 注意 曾孙 指的就是周王 周王在世神的时候 对祖先称曾孙 对山川神 也称曾孙 这不是说 我们说那个 今天重孙完了 曾孙 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一种固定称呼 所以这个德纯 知德知纯 这个林毅光 在诗经通节 这边用了一个什么呢 用了经文中常见的语示 他说这个 批显文王 知德知纯 实际上就是 知德 德纯 就是这两个字 他加了个知字 德纯就是德很好 他这是德纯就德纯 就是大德纯名的意思 这个 在这个经文里边出现这样的语词 这个词明显的注意 这是现神的 而且是 俊慧我文王 文王大慧我 我其收之就聚之 都聚在我们身上 明显的这是赞美文王 赏赐我们福分 这个跟现神有关了 接着往下看 来大家看看我将 我将 我想 将就是持 想就是现 为羊为牛 男人的歌唱 按照这个礼书上就记载啊 祭祀的时候先把身后拉上来 给祖宗看了以后 拿下去以后 杀完了以后 往那台上一泼 这个时候注意 给祖宗献这些祭品的时候 我将该唱了 唯天其佑之 老天爷保佑我们吧 仪式行文王之典 日敬四方 注意老天爷保佑我们 我们可是要遵循老天爷的原则 老天爷的原则是在大雅 大雅大明篇里讲得很清楚 叫什么 叫上天之载 无声无嗅 上天的运行法则 没有生机 你不知道 那么你要想遵循上天的法则 你要取法于谁呢 就是 仪式行文王之典 这个仪式行仨字是一个字 是一个意思 就是取法 或者读 效法 或者效仿 西周金文里边 我们经常看到 我们看到这个字 仪行这个字有 怀行这个字有 它就写作行 实际上就是这个行 在经文里边它没有土堆 就是这个字 在经文里边只写作这个行 我们没有看到仪式行 仨字结构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字 这个词 这个诗句应该是 仪行文王之典 后来有人把仪字 解释仪的时候加了个什么 仪就是取法 取法不就是这个字吗 把注文弄到正文里边去了 如果它是个错误的话 出现了应该很早 很早的本子就这么写了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证据断言 所以我们不敢善改 实际上 我们要想获得上天的保佑 我们就要取法文王的典范 日敬四方 就是日益的安定四方 仪是语气词 谷 这个谷就是善 好 文王 我们又想之 又啊实际上有这个意思 又想之 就劝佑他 来接受我们的贡品 我去素业 为天之谓 于时保之 素业 就是早晚 我们敬畏着上天的威严 于时保之 就是实时保有之 保之就是有之 有什么之 敬上天的信思 敬上天 敬文王敬上天 我们时时保有这样的信思 在神面前宣誓 我们不敢松懈 所以这个实际上 这是真正祭祀当中 把肉放上了以后的歌手 注意 像维清这个诗 维清细细 文王之典 文王之典就是文王的典礼 或者文王的德 赵因突然来这么一个句子 注意 现代学者研究这个作品 说这个赵因应该是 在西土 撒字的 竖着写 把在西土 写成了什么 西土不就是这个字吗 这个字的半边吗 这个古代这个金文里边的在字 在字就写这么一点 它有很有可能 就把超成这个了 所以这个字 这是两位学者 一位学者是高亨先生 老先生 还有一位是 也是个老先生 王松石先生 他们两个把这个说法完成 赵在西土 就是指什么 文王的德行是 开创于西土 启用有成 是终于成就了我们周家 这是周家的真详 所以这个句子也不是现身的 这应该是个小序曲 接着 毛旭的说法 毛旭为清 奏项舞也 我们说它是个戏曲 就是毛旭说什么 说要奏项舞的时候 演奏项舞之前 唱唱为清 这个项舞是什么 这个项舞实际上 按照我的理解 就是大舞乐章 就是大舞乐章 为什么叫它项舞 是因为它是以象征的方式 表现周家客商胜利 在演奏大舞乐章的时候 给前面加续曲 所以这个里面 我们就看到 歌唱的顺序 祭祀周文王 歌唱的兴趣 清妙 续曲 还有一首诗叫 《我将》 《我将为天之命》 接着下面实际上可能 根据周礼大思乐 有古人唱歌 他们要登歌 登歌应该是唱什么 唱清妙 就是声歌 然后国子要演唱 大概就是演唱 《我将为天之命》 这个唱完了 祭祀活动实际上结束了 还有一首诗啊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祭文王 但是从卢家文献里讲什么 当把这个肉撤下去的时候 要唱雍之一类的诗篇 雍 也就是说 彻肉的时候还有一首诗 但是那首诗 注意已经不是敬神了 我们强调 清妙 是可能由周 殷商来的瞎子艺人 在这儿声歌 在这儿给伴奏 唱序曲 《我将为天之命》 这是由国子唱的 国子就是 就是周家的那些 清贵子弟们在这儿唱 唱的是敬神的歌 甚至以周王的口里唱 唱完了以后在这儿 马上要跳大舞了 要再次演出大舞了 实际上要唱唯青 下面大五月章演出 可能一个宗教祭祀的过程是这样的 我们是根据诸多文献 做一个简要的恢复 不一定准确 这个需要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根据自己文献 做这种恢复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所以这个诗 主要是歌唱文王 歌唱文王什么 上乘天命 文王之德 从唯青也好 还是唯天之命也好 注意 后边落在了大雅文王 这个时候唱歌的时候 赞美文王得天命 鼓励殷商人 唯新自己的新命运 自求多福 更新自己的命运 注意 祭祀的一个很重大的文化工程出现了 一 团结本族人 二 联合殷商 这是在一个非常隆重的宗教场合 推心致富地 劝告殷商人 不会放弃那种过去的怀念吧 在天命的这种照耀下 一起往前走 应称什么 应称天命 获得新的生活 这就是大雅文王篇里面讲的 所以文王篇这首诗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 大家看文王篇 前半段赞美的是什么 你看 文王在上 雾昭玉天 周遂旧邦 其名为新 有周批险 地命批时日 文王之降 在地左右 文王的光辉 照耀在上天上 我们周家是个旧邦 也就是说我们从尧顺时期就有了 但是我们的命运长新 注意这句话 说的非常有哲理性 一个古老的国家 他会时常焕发出青春 我们的周家是显赫的 上帝命我们 注意这个 不就读 批 我们时时获得天命 为什么 因为周文王死了以后 注意 智将就是上下 大义就是神上下 在神和人之间 沟通着神人的是谁 是周文王 他始终陪伴着什么 陪伴着上天 沟通着我们周人和上天 所以这叫智将 周家的代理人是谁 周家代理人是周文王 这里边涉及到一个 周代的宗教观念 包括甲骨文都有这种特征 你要向上天请求 你不能直接呼上天 你应该找到 你本族的那个代理人 让他去转达上天 所以过去有一种误解 说甲骨文里边怎么上帝 没人敬上帝 老是敬祖先神 这就是中国宗教观念 里边一个特点 你每一个族群在天上 都有你的代理人 你要想向上天请求 你找你的那个祖先 同时啊 有的时候我们看左传里边 比如说有一个神 在神的地方出现了 注意先要辨别这个神 是谁哪个人群的祖宗 要找那个人群的后裔 去安顿他 这是宗教观念的一些特征 在这表现得很清楚 文王是周家的天命代理人 说唯唯文王 令文不已 陈西在周 侯文王孙子 文王孙子本知百事 凡周之事 披显一世 唯唯就是勤勉的文王啊 令文就是善文 他的好名声不断地宣扬 陈西实际上是申西 也有写作申西 实际上就是申赐 重复的赏赐我们周家 这个他的赏赐就落在了 这个侯就是为 落在了文王的孙子上 文王的孙子 现在已经是一百年了 或者百世了 凡是周家的世 周家的子孙 又显耀 世时代代显耀 披显的 义世实际上形容这个披显 这个实际上是赞美周家的德 周文王的德行 落在了自己的子孙上 你看接着是 世之披显 学有异议 我们周家这些孩子们 为什么披显呢 是因为周家当年 周文王的图谋 是意义的广大的 私皇多士 私是个语词 黄是大的意思 多士生辞亡国 注意这个私皇多士生辞亡国 和那个清庙里边那个 几几多士连着呢 对应着呢 亡国克胜 为周之镇 我们亡国生了那么多 好的周家子弟呀 几几多士 文王以宁 甚至几几多士 出现在那首诗里边 这都是他们 创作时间相同的一种征兆 慕慕文王 叹美之词 其兮静止 这个词是个连绵词 就是持续不断的意思 奔向光明 静止的止就是灾 假灾天命 是大灾天命 说到有伤孙子 就说到了殷伤子孙 因为诸记人们是殷伤子孙 殷伤子孙其利不益 这个利 就是数量的意思 这个字 过去写作这个 在经文里写作这个 所以当年说 赏你人利多少 过去的老一位学者说 人利是奴利 不是 人利就是人 这个数字多少 就是这个 其利不益 不益就是不止益 注意古代益 是十万为益 古代益少 上帝既命 侯与周福 他们接受了上帝的命令 来到我们周家福 做事 来到我们周家做事情 然后 我唯一侯福宇宙是天命迷藏 这是因为天命 什么叫天命迷藏 天命帮助王朝 选定这个王朝做他代理人 这不是说一招选了你 你就是一个永久的一个长期工人了 你是合同志 将来每一天不好好干就辞你了 这叫不常 不是上天不常 是你的职责 不一定常 条件就是你干得好用 你不干得好换人 所以因事复敏 灌疆于经 决作灌疆 尚服服须 复敏就是指 大块头还敏捷 什么叫灌疆 就是往那个神位上倒酒 往顶里边放肉 由他们来做灌疆 说他们做灌疆的时候注意 这个长就是上 复兮什么意思 复兮就是穿着阴上的服装 戴着阴上的礼帽 周人他们作为助记者注意 他们要把他们最尊贵的 当时他们那个王 就是高居贵人的那些服装穿上 这是古代经常有的现象 比如过去的王帽子 王朝完了以后 王朝完了以后 闪给马夫戴 这么干 这儿当然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我们说不好有这个意思 实际上就是 你们要穿着阴上的礼服 跟周人相区别 在这儿帮助我们祭祖 后来实际上儒家 孔子他们穿服都有一套服装 实际上这套服装 跟这儿可能有关系 因为很多儒来自阴上之后 服装不一样 据说孔子读这个诗 读到这儿以后 窥然常谈 曾几何时 强大的阴上 不好好做 一转眼 子孙就给人家筑记去了 还戴着当年阴上的礼帽子 王是尽臣 无念而祖 尽臣就是尽用之臣 你们被王尽用了 无念而祖 这个无念而祖可以这么读 无念而祖 你们想想你们的祖宗吧 无念而祖 你们要修德 一修绝德 修德这个是语词 修绝德 绝就是修德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因之为丧失 就是为丧失大众 也就是为丧人心 你们是配上帝的 也就是说你们是带上帝执行王命的 是上天的选民 选中你们做领导者 你们一介于因 俊命不义 大命 俊命就是 不义是不 就是那个道理 是不变的 所以前面又说天命迷常 天命迷常就是无常 这儿又说俊命不义 要妥善理解 常的是什么 常的是上天不断在选择人 不义的是上天的选择标准 从来没改变过 所以后来周易 周易有三义吗 周易有三重含义 义不义也 变化是长的 变化的原理是恒定的 我们要注意啊 要观察这个诗 里边用了很多顶真格 像个陆陆体 你看那个 侯于周福 然后侯福于周 天命迷常 殷世福敏灌江于今 接着无念而俗 自求多福 还有君命不义 接着又来一个命之不义 顶着走 无恶 无恶而攻 恶而攻啊 实际上就不要 恶指你们向善的念头 这是一种解释 还有一种恶是结的意思 要结尽你的权力 这就是用什么 用问号 宣招 就是广泛地宣誓你们的好名声 你们要揣夺着天道 宣招一文 又于音自天 这个句子解释起来非常困难 我们是采取于省吴先生的解释 宣招一文 就是不断地要招视你们的好名声 这样的话 需要你们不断地于 就是揣度 依着上天的法度 去揣度 我们应该怎么做 然后就回到了上天 上天之载 无声无嗅 一心闻亡 万邦作福 实际上这个更多的是 祝福周人也实际上也带着殷商人 实际上最终回到了 主要是回到了 万邦作福 回到了殷商 殷商 但是反弹的是什么 一见于殷 实际上这就像周家的子弟提出来了 不单是殷商的这些王国的后裔 要见于殷 我们也要见于殷 殷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 最重要的几个念头之一 几个关键之一 就是殷建于世 要借鉴前代 这就是我们前面主要讲的内容 我们说 周人祭祖 文王是核心 是核心之一了 那么赞美文王 从哪个角度赞美文王 一 他对我们周家子孙 第二 他是上天的 就是你了解上天原则的一个典范 一个凭借 另外 祭祀在这个诗里面 从大雅文王篇 我们简要的这种提示当中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看到了 用文王来说服殷商民众 同时也警惕周人自己的子孙 所以我们说 这就是作为人文的古代祭祀 或者周人祭祀的特征 它是一种人文 它不是一种宗教 它是宗教 但是它的核心 就是历史的 精神的 指向人间的 这就是我们以上给大家提示的内容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 好 感谢观看